放过少女感没有别硬凹 这四位演少女太辣眼 姚蜜造型翻车 萨鼎鼎整容过度 波碧亭的清醒 让多少丫头娇女明星脸红 有人强装可爱 有人刻意加音 少女心可以有 少女感别硬凹了 乘凤2024以下称为浪杰五首播后 热度一直高居不下 芒果在搞事情这方面要是排在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出舞台的打分排名让人匪夷所思 齐威在舞台站装秀美甲 大喊几声七七 就能拿下全场第二的排名 而12年间几乎拿遍大陆音乐界主流奖项的袁亚威 凭借高超的演唱技巧 致排在第19名 袁亚威都表示不理解 在社交平台发声内涵节目组 还有其他实力较强的借鉴 排名也不尽人意 亲自下场名寒 芒果的热度赚足了 不难看出浪杰五随时中年女性选秀 参加节目的姐姐多数不是唱跳爱豆出身 但每个人都想出风头 不然也不会这么在意成绩 而有一位姐姐却佛得格格不入 没错 说的就是郭碧婷 郭碧婷参加节目时 仿佛身边有一个隐形的罩子 帮她隔离外面的所有声音 别人演出时 台下的姐姐都在鼓掌捧场 她眼神飘忽 花儿都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 别人在社交聊天 她靠在座椅上弹着腿 丝毫不注意形象 有种坐在自家炕头的松弛感 别人抓紧空闲时间 练习出舞台的舞蹈动作 她还在深游 原以为郭碧婷是参加节目比较紧张 但接受采访时 郭碧婷直言 我就像自己一个人 出舞台结束 姐姐们票选郭碧婷当队长 却迟迟没有人来选她 被问到会不会低落 郭碧婷的回答很坦然 不会失落也不奇怪 投票让你当队长也不代表一定会选你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针对歌曲兴趣 或跟谁比较熟来选 没有人来 我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而在有人选择她后 导演组问她会不会感谢MISS 将她从一个人的状态中解救出来 她直言不会 不会啊 我一个人也OK啊 有人说郭碧婷没有情商 但她只是敢于做真实的自己 不争不抢 随遇而安 按自己的节奏的生活 其实郭碧婷从出场的那一刻 大家就能看出她的不同 别的姐姐未上京好看 全都收成一道闪电 和姐未参加节目减重二十斤 但郭碧婷带着发福的身材就来了 原来的她是观众心中的黑肠之女神南乡 现在的她是年轻般像太 寡字脸大变样 双下巴藏都藏不住 笑起来更显富泰 在一种姐姐中如同一股清流 连头发郭碧婷都不愿染 新长出来的黑发与原本的黄发 有着明显分层 你以为郭碧婷是对这个节目太不重视了 恰恰相反 在我看来 郭碧婷才是最合适参加浪姐的人 浪姐是展现中年女性魅力的舞台 这种魅力的来源不是金钱 不是名气 而是不具年龄 做真实的自己 如今已经40岁的郭碧婷 神采走样 笑起来时脸上灰有皱纹 夏合线消失不见 南乡时期的少女感 在她脸上也没剩下多少 在宿舍与金孟佳闲聊时 郭碧婷还爆料 由导演嫌弃她脸大 让她打针 不过 她内心想法就像金孟佳说的那样 妹是没有唯一标准的 郭碧婷愿意将真实的自己 展现在观众面前 坦然接受岁月变化 这才是乘风破浪的真正含义吧 显然郭碧婷如此坦然的心态 不是每位姐姐都能做到 比如撒鼎鼎 谁能想到 撒鼎鼎只比郭碧婷大20天 两人的状态就像两代人一样 说到底 还是撒鼎鼎在脸上花的心思太多了 当镜头给到她全脸时 能看见她泪沟 法令纹和眼窝凹陷的痕迹 但脸的其他部位都异常平整 尤其是苹果肌又肿又大 脸侧过去时更加明显 苹果肌都要飞出去了 由于脸部的僵硬 撒鼎鼎说话时的表情也很不自然 最像张不开一样 难怪她笑的时候 要捂住自己的脸或背过镜头 原来太折腾脸不但不能保持少女感 反而会适得其反 加速衰老 还有浪姐一中的前辈 金莎 金莎在参加完浪姐之后 专头又上了演技经济类综艺 因演技被评委痛批时 金莎为自己辩解 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少女感的形象 所以找上我的角色 其实是有选择范围的 这段话的眼外之意却是 少女感限制了金莎系路 但好像处了金莎自己 没人觉得她有少女感 年过四十的她 确实保养得不错 但脸上的岁月感和年龄感 一下就能看出来 金莎自己也承认 确实在脸上打过针 平时还会震骨 与小男友上综艺时 金莎脸上的医美痕迹很明显 面部极头线条走向不流畅 一座大的表情 整张脸凹凸不平 眼中带着一种长辈对晚辈的慈祥 这张脸 完全看不出和少女感有什么关系 还有这两年来口碑争议比较大的刘涛 刘涛在星辰大海中的双马尾造型 再一次扎出了观众 对中年女演员引凹少女感的恐惧 凹险的眼窝跟下垂的皮肤 即使是顶着360度柔娇妈不认滤镜 观众还是没有办法强行说服 43岁的刘涛到底和20来岁的少女有什么关联 离婚后的杨幂能够被观众看形容词 大多数都离不开少女感 但作为一个36岁的女人 杨幂其实已经不可能有少女感了 但是在爱的二八定律中 杨幂私下打扮还是很小女生 面对婚姻更是表现得跟个懵懂小女孩一样 一张成熟的脸愣是要装清纯 隔着屏幕都让人觉得违和感满满 在这些喜欢装嫩的女明星中 刘晓庆绝对是佼佼者 刘晓庆曾经在九十五版《武则天》里 饰演逢姿绰约的五妹娘 在这部电视剧里 刘晓庆不仅动用了大名鼎鼎的化妆师 杨树云为她设计了妆造 更有业界优秀的灯光师和摄影师加持 这个时期的刘晓庆虽然已经年过三十 但在荧幕上依旧呈现出了少女感 但我们都知道刘晓庆其实 与现实中的十四岁少女 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 但好在刘晓庆的演技非常出圈 所以在观众看来 刘晓庆饰演的五妹娘还是可圈可点 或许是武则天这个角色的成功 让刘晓庆无法认清楚自己的真实年龄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刘晓庆饰演的角色千篇一律 依旧还是少女 这时候的观众已经对她不买账了 屏幕里的她看起来毫无灵气 很难将她带入到角色中去 观众的不满意并没有让她在这条路上停止下来 到了五十七的年纪 刘晓庆再一次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在《隋唐英雄》里 刘晓庆和比自己小了二十多岁的男演员 郑国林演对首戏 刘晓庆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是年仅十六岁的上官飞燕 在电视剧播出后 观众纷纷表示真的看不下去 刘晓庆讲硬的表情和脸上的皱纹非常出戏 张子怡一直被大众称为国际章 不仅是因为她长了一张极具电影感的脸 还因为她具有出色的演技 张子怡曾经塑造过无数经典角色 卧虎藏龙里的乖丽少女玉龙娇 最爱里神幻绝症的伤情情等 无论是逢情美人还是吐气的村姑 张子怡对这些角色的演绎都入目三分 但一向受到观众青睐的张子怡 却在电视剧《上阳府》里翻车了 电视剧播出以后 张子怡就面临着源源不断的争议 首当其冲的就是观众对张子怡 饰演少女的不满 在剧中张子怡顶着一张写满约历的脸 脸上的颧骨也出现了凹凸 但她还是强行饰演了一个16岁的少女角色 相较于许多同龄的女演员 张子怡的状态已经相当不错了 但少女角色的设定 不是仅仅靠演出来就行 况且在剧中张子怡的演技也有所下滑 在做起表情时非常不自然 五官看起来非常不协调 不知是为了刻意演出少女感 还是出于什么别的原因 在观众看来 张子怡的这个角色无疑是失败的 这个角色也被网友称为 张子怡从业以来的最丑角色 中年女性应该放下追求少女感的心态 如果没有就不要勉强表现 尽管郭碧婷是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美丽标杆 但随着年龄增长 她脸上的皱纹也逐渐增多 然而 她的容颜依然展现出一种自然而舒缓的美感 毫无痕迹的外表 让许多女明星都为之惊艳 让多少女星因郭碧婷的清醒而感到羞愧 这场面难以想象